政府规定明年1月1号起 所有载送儿童的私家车 必须强制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交通部长陆兆福强调 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为了要对付违规者 而是要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 照顾车上的儿童安全 陆兆福出席2019年 马六甲州交通工具安全州 即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推介底 这项活动是由大马道路安全研究所 及陆路交通局主办 并由副首相德西万阿西萨主持推介仪式 也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万阿西萨 对于私家车强制性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措施 深表赞同 并认为国人是时候开始重视儿童 在车内的安全事宜 万阿西萨也指出 注重安全的习惯必须从家庭做起 她相信这项措施将获得父母与儿童监护人的支持 另外陆兆福也表示 其实有关措施和相关法律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只是过去并没有强制实行 强制性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措施 将在明年1月1号正式落实 陆兆福表示 在执行的初期不会采取行动对付违规人士 而交通部将着重于教育人民照顾车上儿童的安全 因此接下来交通部将有一系列的宣导运动 在本事宣导运动中的中心上 他也补充政府理解强制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可能将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但是家长必须明白儿童的生命 比起安全座椅更有价值也很重要